本地的朋友跟我们一样敞开胸怀 至于歪七扭八的看法 我想非常不值得一提 而且没有意义 一趟港澳行 韩国瑜前脚踏出高雄 进入深水区 背后万箭齐发 逼出府院甚至总统参选假抢敌 一人一聚一天一集 台湾人90%以上都是反对一国两制 我希望韩市长能够把台湾人的声音 传给刘杰一国台办主任 代表中华民国的高雄市市长 请他也用这个称呼 能够跟刘杰一主任提到 不要这些话说不出口 这样不太好 先问一下陈其迈他有没有想我 叫陈其迈回去在酒吧酒馆等我 我陪他喝杯酒 不要他废话太多 说不出口杠上废话太多 韩国瑜在港澳见了特首 也败回中联办 立刻挑动蔡政府神经 陈其迈的暗酸韩国瑜接招 在这之前仍在帛琉出访的蔡英文 和蔡政府酸韩战将黄崇晏 也很把握出访控党的一分一秒 安排韩市长去这个集中拜访 也很安排就是 在制造一个一国两制的氛围 对两岸关系 那么或者是对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有基础局势 应该都会清楚 其实中联办在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机构 我准备出卖高雄 我带着我老婆 带着我们副市长 带着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还有旁边有十位高雄市议员的监督之下 我要准备出卖高雄嘛 如何出卖 就是啊 如何出卖 我只想卖水果卖谁产品啊 韩国瑜这一趟 拉出蔡政府关心县市长出访的 史上新高度 总统仍在国外 心细打韩 连宣布角逐民进党总统初选的赖清德 也在脸书告诫韩市长 只卖农产品不要卖身 仿佛这个当头 没酸一下韩国瑜 就难一搏板面 是特别关注还是眼红 民进党上下当足酸民 平出招 韩国瑜化身政坛夜问 出访新订单之余 还得一次打十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